今天晚上的會議非常特別,就是這個主獎貴賓 我跟他介紹一下他的傳統背景 他在傳統是一個中小企業的老闆 然後他在18歲的時候就已經接觸組織行銷 就開始經營了,然後25歲的時候就已經月入百萬 基本上這樣的老闆已經不需要透過副業兼債來增加他的收入 為什麼他會想要在OG獲得更棒的收入 據我所知他加入OG的第一個月就已經獎金超過20萬了 他的本身公司在全台灣也是廣告科技代發公司 是台灣的前三名 這麼優秀的領導人 那我們現在就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 歡迎林威仁,藍寶石夫人 我們再給主持人一個最熱烈的掌聲好不好,謝謝他 他這個月賺太多錢,所以有點太興奮了 各位台南夥伴大家晚安 再來調查一次,第一次來的朋友可以舉手嗎 第一次來到這邊參加我們大型的分享會的 好,我們先給所有新朋友這些掌聲歡迎他好不好 今天也是我今天第一次來啦 對,所以我跟大家都一樣 啊會緊張嗎? 會,會 第一次來會不會緊張? 我本來沒有很緊張啦 剛才主持人這樣那麼緊張害我都跟著緊張有沒有 所以大家如果講得不好都怪他這樣好不好 如果講得好是我本來就講得很好這樣 哈哈哈哈 那我來自台中,我叫林威仁 我的名字在這邊了 那個感謝幫我把名字寫在上面 那我在18歲的時候 剛主持人介紹到我接觸過的組織行銷 也就是傳直銷啦 或者是像有些朋友你可能接觸保險算不算 算不算組織的這個行業 那其實我是台中一中畢業的 台中一中在台中算是還不錯的高中 那我也有蠻順利的考到大學 只是因為我們家有三個小孩子 我是排行老二 上面一個姊姊,下面一個弟弟 那我們是單親家庭 所以我就比較想賺錢 所以後來我就去當職業軍人 當職業軍人之前呢 我就接觸了組織行銷 也就是直銷 我第一家人生第一家的直銷公司 跟剛剛有舉手齁 那個第一次來參加會議的朋友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家公司 叫做Forever Living Brothers 也就是美國永久產品公司 有聽過嗎? 有 有嗎? 永久 其實你不要管它是什麼公司 但是不錯,是好公司 那我也是跟很多今天第一次來朋友一樣 去聽這樣的說明會 那我還是被拐去的 什麼叫拐去 就是我約我的人說 要介紹女朋友給我認識 就把我拐去聽說明會 後來到那邊才發現 哪裡有女朋友 都把是男生這樣 那當然就是一個講師 上來分享 像我今天這樣跟大家分享一個商機的機會 第一次聽說明會啊 我跟大家說實話 我完全沒有聽懂 因為我那個時候沒有社會經驗 沒有賺錢的經驗 沒有打工的經驗 那也沒有什麼做老闆的經驗 那去去聽 那聽說明會的內容 是不是都在寫數字 是還是不是 是 今天之前你就有聽過 過去曾經聽過 不管是保險的 或者創業的 或者是直銷的說明會的朋友 可以舉手一下嗎? 有這麼少嗎? 怎麼可能 好,一對一的也算喔 人知道你賭的也算喔 有聽過的請舉手一下 應該是絕大多數都有啦 好,謝謝長江江 當然呢 我第一次聽沒有聽懂 可是 我只花了五秒鐘 我就決定我要做組織行銷了 有沒有很特別 有 好,那這五秒鐘是什麼 就是講師呢 那個講師在白板上寫了一個數字 他說3乘以12乘以30等於1080 那我就說我要做直銷 蛤,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去上班 一個月花 一個月我們去上班嘛對不對 賺3萬塊錢 應該現在的上班族賺3萬塊還不錯吧 還可以拿虎口OK 那一年呢 12個月是不是賺36萬 對 那30年賺什麼 答案是不是在這邊 我說啊我念到研究所 畢業一個月賺4萬 那30年得到1440萬的結果 今天兩個差賺5萬 一輩子賺1800萬 我那個時候只告訴我自己齁 這不是我要的人生啦 因為不用算命不用改命嘛 不用看面相不用摸股不用算命 不用算命 不用算營養財都不用 我們那一輩子的結果 去讓這控制起來 有道理沒有道理 有 有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很多更好的事 但是如果選擇上班 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結果 所以我那個時候告訴我自己 我不是為了要做直銷的做直銷 而是我只是不想一輩子上班 這是我18歲的想法 那當然低價直銷公司說真的啦 兩年很努力很努力 也沒賺到錢 可是我很感謝 在低價直銷公司 有兩年很好的基礎 在組織行銷裡面 所以後來我這幾年退伍之後 四年內賺了兩千多萬台幣 在組織行銷業界 那才進入傳統 像我的公司是民國91年開到現在 我的公司叫洪喜科技有限公司 剛剛主持人介紹到 我們是做廣告代發 什麼是廣告代發呢 我是國內前三大 各位有使用email信箱嗎 有 有收過廣告信嗎 有 有一半是我發的 哈哈哈哈 我講的是真的 對你看到元凶在這邊 但是我們發的是合法廣告 什麼大圖鐵色情 那個我們是不能發的 我們是發商業性質的廣告 我是國內前三大 一定有 一定有 那為什麼前三大各位知道嗎 我民國91年開我的科技公司的時候 在台灣做廣告代發的公司 大概有超過二十五家以下 我是其中一家 十年後的今天 都到春夏五間 所以 所以我就排到前三名了 這樣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欸堅持到底就會勝利嘛 有沒有道理 所以我們 我們不是說我們做得多大 因為那個產業 本來也就是那個樣子 我的公司大概連續八年了 我從民國91年開到現在是11年 對不對 那當然前三年就是 第一年沒有賺錢 第二年之後都在賺錢 那近八年 我的公司的年營業 都至少 至少超過一千萬台幣以上 那當然了 我們是老闆沒有 大概賺15到20% 那每逢暑假 寒暑假是我們這個廣告業界的大月 所以現在是不是暑假 應該沒有錯齁 我這個月我公司 我個人的進收入 超過一百萬新台幣 當然是這個月 你從八、九月份 聊的開始聊緊 聊聊的聊到寒假 做生意的 在什麼當老闆 做生意的 有嗎 大小月知道吧 所以我們那個也是有大小月 所以當老闆 其實也是看年收入的 那過去的十年 我大概的年收入 平均兩百萬上下 那接觸組織行銷 事實上是一個夢想 對我來講 因為我覺得 你如果當傳統的上班主業 或者開傳統的公司 它會不會隨著景氣的改變 會 有沒有風險跟危機一次啊 有 所以一年前我接觸了OG 事實上我很感謝我的推薦的人 明陽老師 他一通電話跟我分享 他是這樣子喔 他人在台北喔 我在台中 在場的每一個朋友 您有喝過OG的咖啡嗎 有 沒有喝的請舉手一下 沒有關係 不要客氣 我們後面有準備 無限暢飲的 有沒有 還有沒有想續杯的舉手一下 後面一堆人 都可以幫大家服務 都有喝過嘛 我沒喝耶 一年前 我的推薦人在台北 我在台中 他打給我說 喂人 我最近接觸一家直銷公司 是美商 然後呢 賣咖啡的 然後呢 我說我這裡越來越做 說什麼事 他說好聽 在那邊收聽 他說好啦 他說1650 1650塊 他說美金嗎 他說沒有啦 台幣啦 他說要買咖啡啊 他說要什麼咖啡啊 我就問一問 價格 欸覺得還不錯 我就買了 而且我一買買三萬塊咖啡 還不錯吧 可以嗎 可以嗎 可是我第一 我為什麼買三萬塊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各位我沒有要做 我先講 我沒有要做OG 一年多錢的時候 第一個我本身有喝咖啡 可能不是每天喝 可是偶爾喝嘛 第二個我們 我們傳統夜每逢二月 二月遇到什麼節日 過年 過年我送禮 對啊 所以如果你有做業務做保險開公司 你過年不送禮 人家就跑掉了 對吧 那我送我的客戶 黑槍牌高剛烏 然後什麼原本山 跟送咖啡有什麼不一樣嗎 沒有 都也是一樣 有的人收到 沒用就轉送出去了 上面也就是這樣 對吧 所以我是這樣加入的 不過 你如果我們覺得說 如果你可以打一通電話五分鐘 就可以成交一個三萬塊 這也比你還高嗎 對 這也比你還高嗎 對 所以 先電動大長跟 電動大長給明老師鼓勵一下 謝謝 那我研究了半年 我才認真做 所以今天我跟在場說 無論你是第一次來 又或者你已經加入會員的朋友 都沒有關係 今天我會用短短半個小時之後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OG 那你把它當作一個 機會來研究就好了 如果你覺得 我不想要跟上班族 一輩子這樣上班 我把它當一個機會來研究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聽聽看嘛 聽完會有損失嗎 不會 你如果看八點檔 不然等下11點去看重播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嘛對不對 所以把它當一個機會 但是我要講 我們講良心話 這個世界上 難道只有OG這個機會嗎 不是 也不是 外面賺錢的機會多不多 很多 很多的 所以我第二個重點要給大家 在今天你聽這樣的一個機會的過程 第二個重點是 那你必須自己去判斷 我沒有辦法幫各位判斷喔 你自己去判斷這個機會 合不合適你 你看人賺錢怎麼賺的 有得 你做得夠 也是製造重點的重點 對吧 所以何不能說兩點喔 第一點就是 你做不做得到 剛剛我們主持人說 我第一個月就創造20萬 我個人的進收入 那我已經連續三個月在OG公司 包含今年的5月6月7月 都超過30萬新台幣 這個月 勇於挑戰40萬看看 勇於挑戰看看 那三個月 就在這家公司領了100萬 應該還不錯吧 對 可是那是我啊 你要聽聽看你做不做得到 有沒有道理 對 阿不然我拿著整批 你說你做不夠這樣來聽到什麼 有道理啦齁 所以你要了解看看 第一個合不合適你 第二個 這家公司有沒有一個完整的系統 可以幫助在場的每一個朋友 您今天是上班族 你沒有經驗 你是家庭主婦 你有做過直銷 你沒有做過直銷 你有開過生意當老闆 你沒有 你去評估這家公司 能不能夠 幫助你在這邊賺到 跟我們一樣的收入 好不好 那這個功課交給誰 交給各位 好不好 所以我只是負責轉述 關於OG的所有內容 那您必須自己去評估跟判斷 可以還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我就開始囉 這家公司很簡單 其實OG公司可以幫我關一下燈嗎 這個 這邊的燈比較 投影機比較 沒有那麼亮 幫我關一下燈 好 謝謝 我們給那個關燈手一個掌聲鼓勵一下 好 歐洲公司呢 全名叫做OGENOGO OGENO 其實OGENO這個是一個 組合起來的字 你去字典查是查不到的 OGENOGO就是 OGENIC OGENIC叫有機對不對 知道嗎 知道嗎 大家有讀過英文嗎 沒有 沒有 幹嘛這樣子 OGENIC 就是有機的意思 OGENOGO就是零食 所以組合起來一個叫做 OGENOGO 那這家公司的出發點 叫把地球上的珍寶奉獻給世人 一年前我就是這家公司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一個單純的消費者 我沒有要做 可是我的推薦告訴我 這家公司很厲害 三年內它成為全球百大的指標公司 全世界第73名 這個都有數據的喔 如果你要這些網址 你需要這些資訊 都請找帶你來的朋友 要跟他哪可不可以 這是 2011年 OGENOGO成為全世界排名第73名 那一年的第一名是 亞方請問有聽過嗎 第二名是安利有聽過嗎 第三名是賀寶福有聽過嗎 我們只要念到名字的都是好公司喔 OG公司才短短第三年 因為2008年的5月成立 2011年已經成為全世界第73大了 在2012年就是去年 它又進步到了全球的第66名 一年的年營業盒已經達到170百萬美金 也是大概60億台幣左右 今年的1月到7月底 已經突破去年的總營業盒 今年應該上看100億以上的新台幣 所以這家公司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 成功的 我當初是有點好奇 唉唷 阿建公司不錯喔 怎麼這麼厲害啊 出國比賽我 欸 它怎麼做到的 要不要研究一下 我是抱持這種心態來研究的 那 老闆那個 我們的那個 推薦人跟我說呢 欸這家公司的老闆 是一個華人 他過去在組織業界呢 也非常的成功 他在菲律賓做組織行銷 就是直銷啦 他有20年以上的經驗 並且他的組織人 有超過50萬會員的規模 那請問 這是不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不錯 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要學習成功 當然跟已經成功的人學習 比較容易成功嘛 有沒有道理 你會考 你要考聯考 你會去問那個 台大 台大的 還是論台大補習班的 台大的 還是已經考到台大了 有道理啦 所以要先說 一間有經驗先說的 那這個老闆 他做20幾年 都是做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可能跟過去 我剛才說 欸你過去有聲音 聽過組織行銷的朋友 大部分我們聽到就是 保健食品 美容包 你跟簽集用品 對不對 所以他的出發點也是一樣 他希望把一個 華人非常好的產品 叫做靈芝 把他外銷從中國大陸 外銷到全世界各地 幫助全世界的人們 過更美好的生活 這個更美好的生活的意思 當然包含了健康與財富 所以剛剛說到 歐洲公司的出發點叫 Bring the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這是這一句話的意思 你聽到嗎 有 要對話聊一次 Bring the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欸怪 有沒有 一二三開始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欸要背一下 我們要做外商公司 要不要把自己的英文程度提升一下 當然是 你知道我們的主眾伙伴 現在很厲害喔 我現在 我現在在這家公司 我有13個國家的下限 其中一個國家很厲害 叫史瓦濟蘭 哪裡台湾 在南非一個小島國 整個國家只有50萬人口 為什麼會推薦到那邊 就因為呢 那個國家農業比較沒有那麼發達嘛 所以國王派了四個人 到屏東科技大學學農業技術 剛好被我的組織網的夥伴 用Facebook 問問題說 你有沒有喝咖啡 當然是用英文啦 只要英文你有沒有喝咖啡 怎麼講嗎 Do you know somebody who drinks coffee 就問問問 就把人家約到麥當勞 就簽了這樣 這個人 欸今天幾號啊 那是Jill 就是今天 這個人今天坐火電機 回去史瓦濟蘭 啊 還要再來啊 因為他的任務達成啊 欸可是他已經把咖啡 寄回去史瓦濟蘭了耶 所以如果咖啡越來越醞釀 史瓦濟蘭只有50萬人口嘛 如果10萬人喝我們的咖啡 我去史瓦濟蘭 可以選上國王喔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後續還蠻好玩的啦 歐洲公司目前全世界有32個 正式落地的國家 已經有拿到36張組織行銷牌照 在全世界各地 包含 香港牌照 我們已經拿到了 也就是說 如果明年跟後年 香港正式開 我們的組織網 一定可以透過香港 拓展到中國大陸去 各位如果您過去有接觸過 主織行銷的朋友 台灣其實有非常多的指標公司 也是透過香港登記之後 現在可以做中國大陸 知道嗎 知道 大姐 臉頭如倒算 我就知道這是內行人 所以大小天真對你講就好了 對這是內行人 所以你要知道 我問大家 你也不要說 你做過沒有做過 你會想的 想這件事情 假設 你現在開始做 我們現在想假設你開始做 你的組織 你的火關 從香港拓到中國大陸去 中國大陸什麼都沒有 什麼最多 就是人家在喝咖啡 那都是和你有關 你會變好人 你覺得真的要唱一下 覺得你會變好人 可以唱一下 謝謝 都應該聽我的意思 所以中國大陸是很大的市場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媒介跟機會 好不好 那歐區公司呢 短短這麼 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成長得這麼快 事實上有它的道理存在 老闆呢 為了要實現 把地球上的珍寶 奉獻給世的這句話 他先跟中國大陸的 仙之樓生技公司 今天所講到的內容 您都可以上網求證 因為現在Google很發達 你不要只聽我講 你不相信你問Google 可以 現在有生技公司 全中國大陸 目前最權威的靈芝公司 所有中國大陸的靈芝生產 全部的標準是由這家公司 訂的夠權威了吧 我們欠了一個技術合作員 用技術合作的 他出技術 而且公司出錢 蓋了一個 1500畝左右的 有機靈芝農場 遍布在整個福建省的 五一山脈 花了100億 其中七十幾億 興建有機農場 並且拿到全世界 29張 100%天然有機震證 請問這個老闆有沒有很用心 有 公司老闆開市 就先開一次 我老有一次 我也不會這樣做 你怎麼知道 快退休 有得意嗎 代表老闆有一個宏願 然後他有一個想法 他的出發點是這樣子 老闆一開始就生產 所謂的靈芝膠 也就是保健食品 那說到保健食品 大家就覺得 有點興趣缺缺 對不對 可是老闆有一股熱誠 然後要把地球上的珍寶奉獻給世人 這個熱誠 就開始找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個人 是全世界 第一位加入OG公司的 是這一位 叫做Shamma Len先生 他就很正統老闆這種出發點 這很棒的一個出發點 可是他跟老闆建議 他說 Bernie啊 我們老闆叫莊林柱 他的英文名叫Bernie 他說Bernie啊 其實靈芝這個東西 是這樣子啦 我看過很多文獻 我也上Google去查過 你去Google打靈芝 或者打GenoGaba 有700萬頁的文獻 夠專業了吧 這個東西夠久了吧 所以他的專業文獻非常多 他說這個東西是真的不錯 你的出發點也真的很好 但是 靈芝是你們華人懂 我們外國人不懂 有得利啊有得利 也蠻有道理啊 各位你有聽過兩個字叫靈芝嗎 有嗎 你可能沒試過 可是有聽過嗎 有還是沒有啦 有 你們不要一點盲人可以嗎 是講話講得太快嗎 那我可以講慢一點 有聽過兩個字叫靈芝嗎 有 可以講快一點嗎 節省時間嗎 他說你們華人聽過 我們美國人沒有聽過啦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到了美國去 就跟一般的資料公司 一樣賣保健食品 你要開始去講 靈芝有多好 他怎麼吃 會有什麼療效 對還是不對 太麻煩 我們北美 北美就是美國跟加拿大 一天喔 一天 喝掉四億杯咖啡 一天 咖啡不加糖不加奶 什麼味道 苦苦的 啊靈芝我會吃苦苦的 有了 不然把兩個結合起來 一個苦的跟一個苦的 結合起來變什麼 苦苦的還是苦的 各位 關鍵 沒有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飲食習慣 味道習慣的同時 把地球上的珍寶奉獻給世人的 這句話推廣出去 有沒有很聰明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謂的創意的研發嘛 當然他有很多的高科技跟專利在裡面 我們今天不談任何的專業知識 可是他這個出發點 成就了OG公司這家公司 因為咖啡是全世界目前 三大飲品裡面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水 第三名是茶耶 可是為什麼水會第一名呢 因為泡茶泡咖啡都用到水 所以他理所當然第一名嘛 沒有道理 所以如果把水拿掉全世界第一名的飲品 是哪一個 就是咖啡 你覺得咖啡市場大不大 大 他多大 咖啡豆 咖啡豆子喔 一年的期貨交易量是2.6兆 今年又成長15% 今年又成長15% 2.6兆賣到末端市場 你手上一杯一杯的咖啡 無論是三合一 研磨的 現煮的 要不要十倍 一定要 這個市場一年30兆 新台幣的營業人 恐怖恐怖 恐怖 所以做成衣第一個市場要不要大 市場很小 市場很小 我們大家分分都沒有錢 市場很大 市場很大 一共我們就好處了 我就是你了 所以他市場夠大 而且可以經營得夠久 我覺得是很重 而且他是全世界 都可以被洗以為一場的一個飲料市場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創意研發 成就這家公司 但是對我來講 我不知道對各位是如何 對我來講 我當初看到這些數字 我說嗯很棒 那個米亞你講得很好 那這家公司也確實不錯 也已經很成功 沒有錯 但是喔 關我什麼事 為什麼會說關我什麼事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我決定要做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重點 請問 有人看得及嗎 有 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你不要講得很好很好很大很大 公司很成功 沒人賺到錢 那代表去經營的人 賺不到錢嗎 有沒有道理 那你是叫我去當白老鼠嗎 我的感覺是這樣 買不到你 所以我就問他 他也給我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就讓我更驚訝囉 這是全世界做直銷的直銷商的收入行榜 不要做安利公司的 有聽過嗎 有 安利公司的呢 這邊佔了一個兩個三個 在2011年 可是OG公司在2011年已經佔了四位 各位這個做50年 50幾年 這個做30幾年 這個台灣人陳范芬老師 我們非常尊敬的一位直銷領導人 這位是做40幾年的畢爾 可是這四位只花了四年不到 進入全球百大的前八名 2012年呢 全世界第一名 他已經佔列 第一名newskin了 他1320萬美金 佔列第一名 這位叫Hottenbach先生 他剛好大我一歲而已 我1977年生 我今年37歲了 剛看你出來 真的喔 不錯 我們大家的朋友 集合到底 我一定常來台南這樣好不好 可以嗎 還是我不歡迎我 歡迎 謝謝 那他1976年生 65年生 現在一年一貪 5億 這是真人真事 這個不能造假的耶 各位 第一個這有肖像權的問題 你如果敢拿走 你就可以給我 更加四位置 這是真的 在美國是這樣嘛對不對 這裡有安利公司的耶 你安利公司 你給它亂寫 你看它會怎麼處理你 有道理嗎 所以全世界現在賺最多錢的 第一名 1320萬 並列第一 第二名 1200萬美金 3億6千萬台幣 並列第一 第三名 28歲的 Josh Arden先生 25歲開始做 做到28歲 一年賺2億4千萬 所以全世界做直銷 最賺錢的第一 第二第三名 全部都是哪家公司 各位知道嗎 答對了 沒有獎品好不好 當然呢 這家公司呢 目前更恐怖的是 它用光速的速度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奇蹟 所以這些東西 都可以讓大家 把它帶回去這些資訊 這是全 這是今年的5月份的 德國商業雜誌 有點類似像台灣的 商業週刊的 德國商業雜誌 剛才講到 Kottenbox先生 他現在一年的年售 已經達到 1620萬美金 5億新台幣 那如果不會加幣 就不會一年賺5年 你們想要研究看看嗎 所以這個機會 哪像不錯 有道理嗎 那是重點啦 我剛才說 這個機會 看別人在賺錢看得很爽嘛 那是干我們什麼事 有道理 所以我們要研究 合不合適你 我們來研究看看 OG公司怎麼做好不好 OG公司非常的 非常的簡單 加入成為這家公司的 會員只要 1650塊 新台幣 你拿到這家公司的 全球終身經營權 你不是只可以發展台灣 你可以發展全世界喔 你可以通過網路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你可以通過朋友的朋友 比方說朋友的家裡 有外傭 可不可以推薦 可以 菲律賓人 印度人 什麼人都有 只要他在台灣 他有工作證 他就可以加入OG 在台灣加入 那他可不可以推薦 他原本的國家的人 可不可以 你都不小心 多了那個國家的下限 有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那當然呢 我們拿到全球 終身的經營權之外 公司會送給我們一個網站喔 這個網站長這樣 比方說 這就是我的公司的名字 紅喜科技有限公司 紅喜科技有限公司 這裡的網子有看到嗎 紅喜科技有限公司 有沒有 前面是有一串英文 這串英文 這串英文就叫紅喜科技有限公司 決定 這位帥哥怎麼參加 小豬齁 小豬齁 所以小豬如果加入 欸 加入了嗎 喔 還沒齁 小豬如果你加入 你就會拿到一個網站叫做 紅喜科技 欸不是 小豬齁 小豬.ogelacom.com 就是便利的網站了 這裡就會出現你的名字 你會有你的編號 這個網站 目前在全世界 有35個國家的語言 全部都有 比方說我們5月11號開的日本 紐西蘭跟那個 紐西蘭跟那個什麼 澳洲 都在6月份開的 所以這有 澳洲 你要變日文 點下去 就變日文了 網址是不是一樣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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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沒有很好 有 還蠻不錯 這是公司送給我們的 那你不要問這個網站多少錢 我應該可以有把握 這個網站1650塊你自己做不起來 有得理啊有得理 是公司免費送給你的 不需要每個月交什麼月費 有的公司是如果他給你網站 他每個月要跟你收幾百塊的月費 有聽過嗎 有啊 當然那都是好公司 我們都不批評人家 只是這個是公司送給你的 不用錢這樣不錯 還有送你12包 我們四種產品的適合包 交出了你用基因權之後 你可以開始去銷售我們的咖啡 我們有咖啡的空盒子嗎 借我一下好不好 比方說我們的黑咖啡是600塊 20包 所以平均一包多少錢 600塊30包平均一包多少錢 20塊嘛 所以剛剛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可能miss掉沒有講 我們提到裡面加了靈芝對不對 我們提到裡面有29張全世界100% 有基增證對不對 我們提到呢 喝這個咖啡它沒有交油 所以比較健康一點 喝這個咖啡有機會賺到錢 跟你在一般市售的市售咖啡 照道理講我們賣比較貴也合理 有得利啊有得利 正常講是這樣 我們的東西如果比別人品質好 然後又有基增證 照道理講應該售價比較高對不對 各位不好意思喔 所有OG公司的咖啡 平均單價20塊到35塊之間 可以接受嗎 可以 我們不要講我們比較便宜 因為那國得利 不要講比較便宜 跟外面賣一樣的價錢 可是我的附加價值提升 商機有沒有出現 這次OG公司很厲害的地方 它不要讓各位感覺到說 只要公司產品很好 可是很貴 因為外面很多的感覺是這樣 有沒有道理 好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零售我們的咖啡 賺零售毛利 我們剛才提到呢 我們的黑咖啡是600塊 是對外售價呢 是810 所以你可不可以賺210在口袋 可以 那個叫做零售毛利 所以你要賺多少那誰決定 自己決定 第二個你可以開始推薦別人加入這家公司的會員 推薦個會員多少錢 160 你可以賺200塊新台幣 那總共有七大筆的獎金 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一個一個為大家說完 可是我要講重點 重點就是合不合適你做嘛 你要現在判斷你做不做得到 那我只說 後續公司只需要做兩件事 你只要把這兩件事做到 我個人跟你保證你一定會賺到錢 我講是一定 一定就是連1%的沒有做到都不算 一定100%會賺到錢 有沒有想要聽聽看 有 第一件事 在後續公司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獎金 其中一筆獎金叫雙團隊 最高可以領到一週七萬五千塊美金 四週是不是三十萬美金 三十萬美金 是 台幣多少 九百萬 九百萬台幣 哇這麼多 有人領到嗎 恭喜大家 這一筆獎金已經超過十六個人領到了 所以我今天不是在外大館 說這一塊館這大館 你如果做到就領到 沒有人領到 不是喔 這已經有超過十六位領導了喔 所以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這個叫做萬丈高樓 對嗎 從哪裡一起 平地區 平地區在這邊 每個人在後續公司你要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簡單 幫我看一下燈 第一件你要在歐洲公司做的 制度上就告訴你了 第一件是 你必須做50pp的營業額 每個月 他說那50pp多少錢呢 我們的黑咖啡是600塊 是16pp 這我們的訂購單上面有 525是那一盒拿鐵 是15pp 540是摩卡 就是加了可可粉的 540的 它是15pp 以後巧克力 如果你不喝咖啡的話 巧克力其實女生 女孩子在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每個月大姨媽來的時候 可以喝一下 蠻舒緩的 大概是540塊 是15pp 所以你算一算呢 發現一件事 50pp大概就是 3盒到4盒的咖啡業績量 大概2000塊左右 自己喝 是要賣給有喝咖啡的朋友 這就是你要做的 當然你會反問我一個問題 請問 如果沒有做到 答案是不會怎麼樣 我再講一次喔 1650是全球中生金銀權 有做到 開始領後 偏的賞金 無漫